除了因为她前男友跟她是异地 这个心里迷迷之外 还有什么原因让你不想让她离开你呢 就是去异地发展 还有就是她现在 我就觉得她 就是我 你是不是勾引人家呀 有你这么说你女朋友的吗 你觉得现在你都用的什么词形容我呀 真的我就觉得现在啊 我必须她去哪儿我就看着 我如果是不看着的话 为啥呀 她怎么了 她有一次啊 她把她闺蜜去北京了 然后我就想 您闺蜜去的应该没什么其他问题嘛 然后我就没有去 然后她就晚上吃饭的时候 就把那男的叫来了 大晚上呢 她跟男的喝了挺多酒 最过分的是还发了朋友圈 每个男的 就是给她介绍工作的那个男的 北京那男的 他发那朋友圈 跟那个男的是个合影 而且还附加一句话 她意见你真好 你这一次意见我是倒霉呗 你总是那么想我 我是那个意思吗 我从来都没有 就是影射你什么 而且我就觉得吧 我跟那个男的出去 我所有的一切我都告诉他 而且我就觉得 只有发了朋友圈 就是我没有屏蔽他 我这才叫正大光明的 如果要是藏着掖着 那不才是真的有事吗 你是不是觉得他真的好啊 你要是真觉得你就跟他过去 你走啊 你就永远都不信任我 你从上学的时候 你就不信任我 我没法信任你 我绝对不信任你 我发现他现在就是 开始实习以后啊 他的朋友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而且还特别喜欢旅游 而且出去旅游吧 总有人接待他 一般大多数都是男的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就有两次是男的 剩余的几次都是朋友啊 或者那个女生 我都告诉他 他就不记得 他就永远记得 那两个男的跟我出去 喜欢他吗 喜欢 评价一下这个男生 就觉得他平常 就也挺踏实的 踏实 还有呢 然后做什么事都挺稳重的 踏实稳重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 对你不放心有点过分 对 就是我肯定是喜欢 我男朋友在意我的嘛 就是我就不想让他 那个什么事都往 那种不正常的方面行 明白明白 在你心里这个男生 算很棒的男人 还是一般的男人 我就觉得他算中上等吧 我觉得我可以 就跟他一直走下去 这话说得很勉强啊